10月28日 由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主辦的美麗盛況 索造佳麗全期2013香港珠寶小姐競選 舉行了首次媒體見面會 今年以贊放此刻為主題 十位入選佳麗 著想大會指定形象顧問及評判 何谷正先生設計的服裝 配以華麗的珠寶首飾登場 大會更邀請鄺美雲小姐及陳偉小姐擔任評判 向現場佳麗分享形象心得 我覺得珠寶小姐在她帶上珠寶之後 其實她給人的感覺是很重要的 就是怎樣將珠寶首飾表達得能力盡致 跟華選香港小姐、亞洲小姐會有些不一樣 因為在她行路、移態方面 她都要儘量表達手飾的美感 所以在她手部的保養、指甲的保養都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她一舉手一頭足 她都要儘量表達到她身上珠寶的美感 2013香港珠寶小姐競選總決賽 定於11月28日晚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 適逢今年為香港珠寶廠商會成立25周年 大會更加首次由市民在網上投出 我最喜愛珠寶小姐獎項 每年11月份香港珠寶廠商會 都有一個廠商珠寶展 現在珠寶展越來越受歡迎 由二、三百間公司組織到差不多過一千個房屋 會展中心整整一層 我們已經包了來做 今年還有很多行家想參加 但一天都不夠位去做 除了展位多了 還有賣的貨品不同 種類多了之外 我們整個大會的架構是不同了 包括宣傳、在節目內的內容 推廣內容都有一定的不同 同期大會亦舉辦一連三天的香港珠寶給日節 介紹將會吸引中港澳台及世界各地珠寶愛好者參與 連四苦這個十字 共同際 informational曲